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在辽宁安山举办的中国银行杯 2018年全国碰碰球锦标赛 女子团体的小举赛 是辽宁队对战河北队 刚刚呢是历时了一个小时呀 是代表河北队的合作家三比一 为河北队拿下了一分 现在呢大比较是河北队1比0赛时领先辽宁队 已经出场的这两名运动员呢 一个是王毅迪 一个是孙颖莎 孙颖莎是刚刚亚运归来 获得了团体冠军 王毅迪和孙颖莎 他们两个节奏明显要快很多呀 就是对比刚才的这个合作家和陈庆彤 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一开始就好多相持啊 不过这边的节奏很快 基本上前三板就能分出胜负 他们颗粒胶呢胶皮有区别 还是速度慢 他这种节奏快的比赛啊 就更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摄影能力 我不能说我还没有摄影过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 但比赛已经结束了 孙颖莎上来失误很多 对 这个连续的失误 比分翻错了吧 4比1 在正手反手的这个连续出现失误 会让我们觉得 这不应该是这个水平运动员出现的状况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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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好 这次 这次在场上两个人出现的这个无谓的失误 有点多啊 对 不太稳 习惯了刚才看陈兴桐 对 他们那个节奏 对 持久的相持 因为他们两个现在出现啊 现在场上运动员出现的这个失误 他并不是被就是高质量的一个进攻打死的球 而是自己进攻或者是主动防御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不应该的失误 可能第一局一上来啊 第二局可能就会都会好很多 也是刚才在等他们 等的时间太长了 对 啊 做板当做的时间太长了 对的 你看两个人都开始出现这种失误 这相比之下啊 刚才出场的两名运动员就稳很多 他们会出现我们先过渡几板嘛 我们过渡之后再反手相持 嗯 嗯 一号两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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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一个没有想象到的球 因为这发球想弄的质量很高 这不应该是孙颖沙的水平啊 对 对 这局的失误太多 刚开局的失误太多了 稳住 漂亮 漂亮 嗯 漂亮 漂亮 哦 哇 这两个球真的是太太霸气了 太霸气了 对 嗯 嗯 会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 其实看着它是没有多用力 但是这个球的质量真的是又快又折又狠 哇 这都连追了多少分了 对 这孙颖沙是在一个大比较落后的情况下 现在追到了9比9平 也是 也是 印证了 父子刚才说的那句话 刚才上半局 那不是孙颖沙的水平 怎么能打成这样子 但是下半局慢慢苏醒过来之后呢 他这个手上的准度和自信也在回来 包括上手的果断性 打了几个非常高级的这个球 对 漂亮 哎 他又抢先拿到了局点 是的 不险善不漏水 对 这王与迪的这个走分 盯在这里很久了 如果王与迪这局一输 我估计会崩盘 嗯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吧 哎 现在看到其实王与迪出现了这个 情绪的一个波动啊 因为他是大比分的领先 被人定在了9分 对 拿一句四川话说 啥个样子 对 不过现在呢也是在认证一个 运动员的综合实力哈 除了一个是你自己的技术水平 你的作战经验 我现在就看你的心理数值 你大比分领先怎么样 你输了 第二局比赛 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局 如果开局 造后半段的这种说 啊 思影沙的这个气场的话 那王与迪就很难 但如果说他能稳住自己的节奏 还像第一局的开局那样 我自己稳住 我造成你的思影沙的一个失误的话 那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说他的心理素质会很好 所以这一局的开局看的就是 王与迪的心理素质 我看了这个比赛你知道有什么感觉啊 我就觉得思影沙把正式比赛当成练习打了 他就一开始就没有重视起来 然后一重视然后立马就赢了 就像奥运会上 刘国梁告诉张继科 哎这是奥运会啊你别睡了别睡了 这是奥运会然后张继科就赢了 我觉得这个思影沙 这个实力太过强悍了吧 哎他一上来又又又要搞哪样子啊 又开始出现上一局的这种 我们摸不到摸不清情况的这种失误 没有困难制造困难啊就自己 就会觉得现在王与迪虽然领先了两个球 但是心理压力依然很大 上一局的阴影在 0-3 那刚才得两分就把那一局拿下来了 然后就把9分定到那 对 这一上来这调整的多好 是的 思影沙又三分落后 所以王与迪的这个思力素质也是非常的棒 漂亮 这样就打出了这个自己的状态 我现场看所有的比赛 乒乓球比赛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没有许芯在赛场上放得开 他就是一个表演 他就是打跟打表演赛一样的 手上的花火很多 就好像他不是打正式比赛一样 有时候背后接球啊 给你搞个穿越啊 放个高球啊 你感觉他在玩 他还不停的扭头看看观众席 看看裁判 他在场上漫不经心的 那这也是平时日常训练的一种 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出来的这种积析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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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真的一听说浑身是伤 哎呀 这个也要逐步的淡出平台 很伤感 他的比赛也是看一场少一场 漂亮 哇 这高质量的相持 这绝对是靠自己的技术 那王毅迪有这能力啊 这局6比2领先 上一集 刚才就怎么突然就断电了 对 或者说这个孙永沙是不是一定要大比赛落后 才能释放自己的能量 你看 他俩的这个脑回路啊 跟正常人不一样啊 总是我先领先领先四分 然后我再连丢八分 这么来来刺激我们观众的这个神经 对 或者说现在双方的这个不稳定发挥 也是他们现阶段要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平静期 如果是按照他们打得好的那个状态 你就会觉得他就是超一线的运动员 但是他时不时就突然就不在线了 怎么打都失误 他就防不住 那这个可能说两方面的这种情况一对比 其实他就是这个运动员现阶段的水平 我们不能说光看他最好的那几个球的呈现 因为这样不客观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积分制啊 这个比赛已经改到了十一分制 其实已经缩短了这个比赛的这个赛程的时间 但是它还是一个综合的体现 实际上能代表中国去 以主力的身份去打亚运会 已经说明了孙颖莎 对 他就是中国的一流选手 是的 就是其实也是经历过了无数的这种对内比赛的 各种赛事的这种历练出来的 但是现在一盘会出现这个水平 就是这种很随意的开局吧 又是一个大比分的落后 8比4 然后开始 能不能追回来 你要真能追回来 这个小孙我还真服你 对 但是现在也是吗 你每次都是落后几分再追回来 对 但是王逸迪也是这个 你的发挥这么好 你再多坚持两分你就赢了 稳住 漂亮 哦 这个反手边直线这个质量是真的高 这个速度 10比5 这不好搬了 对 擦边哦 你再擦个边 擦个网 就希望了哈 但是你手这样打会给王逸迪打出新的阴影的 好 再一个相持了一个失误 再王逸迪是扳回一局 双方打成一比一平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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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方打 Sage reporting 这一位便到了 继续比赛 继续比赛 薇 gland 双方比赛继续 漂亮 在第一个球开局啊 第三局开局 第一个球就反手相持 王毅迪也是有这个水平的 有这个水平 那绝对的有这个水平 对 你说他第一局大比赛领先 然后被摄影师阿反超的这个事 可是综合的一种体现吧 这河北队和辽宁对双方运动员的水平 还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 漂亮 哇 看人家回放 高质量的进攻 那就是没有想到 孙允沙的这个防守 质量更高 而且角度特别开 在一个大斜线的一个 借力的一个防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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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漂亮 刚才就是变线没太变到位 中间这样就是没有太挪动 就可以做得到这个球 好球 这个球其实影沙拉的质量非常高 但是王迪一个运气球擦边了 好球 漂亮 这双方的比分再一次追击 反手挂起来 三持 加厉的一个变现 这个变现变得很突然 对 有这技术 对 速度而且特别快 漂亮 王玉迪的这个变现也是很突然 反正速度和落点两个鸟是站上了 我没有力量也是可以的 我可以借着对方的这个力量 借力 一个速度一个落点直接等下 又是一场焦灼的比赛 对 而现在双方也是 各赢了16分 对 科技的开始出现那楼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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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会觉得第一场比赛 陈兴桐和卓佳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力量和弱点的一个对拼 那现在孙永沙和王毅迪 他们两个就是速度和弱点 比谁快 我们两个不对拼力量 但是我们比速度 所以可以看得到他们得分点 都会在突然加速上 6比6平 对 好嘛 这双方还就是旗鼓相当 两边的运动员 好像在第三局的时候 都是打成这样的平局 这是棋逢对手 降狱良才啊 是的 而且在现在这个局势下 我们也很难预测说 谁更在意点上风 好 好 好 谢谢 比分再一次翻屏 而且这一局的比分一直都是没有拉开的 都是这样齐头并进 真是齐头并进啊 而且反手反顶的质量特别高 本来应该是个防守 结果人家以攻为守 直接的一个反思 对 又开始了进入死影杀时刻了啊 对 其实王毅迪刚才会以为他这个球已经得分了 结果没想到对方给防回来了 用了那么大的力 对 他的这个联系 不通对方的空档 要注意的联系 漂亮 这也是本局比赛第一次我拉开比赛 在10比7 所以王毅拿到了本局比赛的贷点 好 看一下这局有没有可能王毅迪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去追平 好 看一下这局有没有可能王毅迪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去追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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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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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球最发球或者是发球抢攻 最发球抢攻 相持差不多一把这样子就会分出胜负 8月18年8月18年8月份的保加利亚的国际平联的行回赛上啊 谢谢大家 或者说你在世界赛上 可能是很耀眼的明星 但是你回到国内赛上 我赢的也是很吃力 就是输赢都有吧 我不能说我因为我拿过 我上过一些国际赛事 我回来就一定赢不见得 所以人家总是会说 我们中国国内的 这个乒乓球锦标赛的水平 其实要超过很多这种 世界级比赛的这个 总的水平 对就像那个足球一样的 欧洲杯的水平 其实比世界杯的水平都高 整体水平 因为我们中国队出去就是第一名 那我们国内的 你想站到这个第一名的队伍里 那这个角逐是更加激烈的 又一个8比4 对 王毅迪又拿到 那里面大比分的领先 看来有可能打节省局了 是的 那我们这里会 最后王毅迪的这个9比4 不要重蹈第一局的负责 第一局也是大比分领先 被人定待了9 看王毅迪的发球也是 紧贴着球网过 所以很容易就擦网 漂亮 这个处理的有点随意了 再来一个疏忽 加盟一滴 11比5 把比分搬平 2比2 马上进行两个人的决胜局 谢谢你 谢谢你 繼續比賽 召喚運動員 召喚運動員 召喚運動員繼續比賽 召喚運動員 召喚運動員 在辽宁的王毅迪对战河北的私隐沙决胜局开始 真难说 对 他们都是国家队的队友 相互的也非常熟悉 对 一比一 跟你说第一次吧 王毅迪一个大比较的领先 然后又被私隐沙 扳平反超 还输 还拿下了第一局 这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但你要说王毅迪第一局啊 他再多赢两分啊 现在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打不到决定局 但是现在呢 也就难说 双方的都无觅可保 跟外战不同 内战就是比拼实力 哇 孙颖沙的这个反手突然的发力这一下子还是很厉害 对 说实在话 两个人都很全面 是的 所以现在就是看谁的这个个人特色的打法片突出 那现在就是一个得分的亮点 因为大家的实力呢 都很深厚 都很稳 算是尤霞连得了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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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毅迪叫了一个赞兔 哦 叫了一个赞兔 对 好 好 很辛苦的拼到现在确实是不容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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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 暂停时间到 比赛继续 暂停回来 对 看一下王毅迪的这个暂停 能不能给他带来不一样的局势 起码现在是已经打断了孙永沙的连续得分 因为刚才的孙永沙是连续得了三成 5比3 召唤堂力 因为现在大比分呢 是辽宁队0比1落后和北队 所以现在王毅迪的压力会大一点点 因为如果他能拿下一分的话呢 辽宁队的下一场比赛和接下来比赛会比较轻松一点 但如果说1号 2号连是两分的话 对3号连续的压力会非常大 5比5分 比分好像就打错了 应该是5比5分 王毅迪也是具备这个再胜的实力啊 现在比分追平之后 孙永沙叫了一个暂停 哎呀 这实力真的是太接近了 无限的接近 对 就像马龙和樊振多 决胜局打到市平 然后才分出了输赢 是的 其实现在我有 当年的马林和刘国梁 对 其实我们这种优秀的运动员啊 他都是一队一队的出现 他一定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那每一次和这个对手对阵的时候 也是自己成长 技术成长 经验比赛经验水平成长最快的一个时候 马林是最讲究技巧的一个人 他同时期就有一个王立琴 对 他有时候王立琴 这个马林这个大满贯缺一个世界杯 就是过不了王立琴那一关 对 非常的遗憾 你说王浩纸板横打那么厉害 纸板横打第一人 这就是得不了奥运会冠军 是的 所以现在其实多少也有点开始期待啊 如果双方可以打到第四场 第五场的时候 就是让那个陈庆彤对孙永沙 让这个何卓嘉对王立琴的时候 可能会是一个更不一样的节奏 由现在来看的话 会觉得王立琴和孙永沙的节奏也很相近 对于王立琴和孙永沙的节奏也很相似的 对于王立琴和孙永沙的节奏 孙永沙的这个暂停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现在王立琴是再得两分 现在是5比7 王立琴领先 八球直接得分 只有一分的分场 对 刚才王立琴稍微拉开这个比分啊 也是通过一轮的发球啊 连得两分 看孙永沙能不能一轮发球 就会两分 然后比分再次打平 最后就7比4 漂亮 这就非常高质量的香吃啊 这个香吃 让我看到了第一场陈信同学和卓家香吃的印度 他们对乒乓球都太有天赋了 对 这王立琴那是再一次把握了这次 这一球发球是连得了两分 因为赛场上的球啊都是任意球 他跟练习的时候这种相吃还是不一样的 哦 漂亮 哇 这个反手啊 直接拧了一个正手位 这真的是平时 这高强度训练 吃后得出的这种自信吧 我在这个时候我还可以 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和打出的结果 摄影上也是毫不手软啊 毫不手软 对 我落后我也依然会顶上 不到最后一个球 我们难说胜负 就他一分了 是的 这就是一个技术上的对拼 反手拼防守 当然中间我也尝试过要变化 但是结果并不明显 我也打过平凡球比赛 我可受不了这种折磨 太折磨了 十比九 哇 孙颖沙 西半 两分的差距 以最小分差 这样一来 河北队和辽队队就打成了一比一平 好 让我们稍息休息一下 将带来的是双方第三场的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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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